大家好我是布言 现在呢是11月上旬 这个蟹蟆蓝呢已经陆续进入花期 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 如果蟹蟆蓝这个花苞太多的话呢 这个养分呢就容易供养不上 它的花苞呢就容易非常的小 而且呢因为养分不够的话 它容易落花苞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它适当的输累 每个蟹蟆蓝的上面呢 留一到两个花苞 这样呢这个花苞呢 才会长得非常大 而且开花呢也非常的饱满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余的花苞呢 给它剪去留下一到两个就可以 这个呢是一个月之前 用这个蟹蓝长嫁接的 这个蟹蟆蓝 现在呢已经起花苞了 当年嫁接的这个蟹蟆蓝 它不影响这个开花 这个呢是用蟹蓝球 嫁接的这个蟹蟆蓝 它那长得比较慢 还是用这个椰线嫁接的蟹蓝 蟹蓝长是最快 这个花苞呢最大 喜欢更多的养花知识 请关注 谢谢大家